清华大学教授揭示我国教育界的三大骗局 那这些骗局正在逐步破坏孩子们 作为父母应该赶紧检查检查自己是否陷入其中了 避免用错误的教育方式影响咱们孩子的成长 首先呢是快乐教育 这个教育理念是英国教育家斯宾赛提出的 然而呢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主要应用在穷人家的孩子身上 而富人家的孩子则选择上私立学校 他们在进入哈佛和耶鲁等名校后 同样需要夜以继日的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 第二个骗局是释放天性 有人一直说中国的孩子现在承受太大的压力 他们的天性受到了压抑 释放天性并没有错 但是家长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引导 在适当的范围内释放孩子们的天性 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如果你盲目的追求释放天性 孩子可能会变得不良 而父母却毫不知情 那这第三点是现在很多人宣扬的学历无用论 学历虽然不能保证一个人能绝对取得成功 但是他仍然是普通人跨越阶层的捷径 因此呢父母一定要重视起孩子的教育问题 然而我也知道 很多家长并非不重视 而是不知道如何正确教育孩子 那如果你也面临这样的烦恼 可以阅读一下 为书生老师写的 好学生好学法 好父母好家教这两本书 其中呢好父母好家教是专门为咱们父母写的 通过许多真实案例 教导父母如何引导孩子们热爱学习 以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如今很多父母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 轻则孩子不听话 重则担心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如果你也面临这样的困扰 那这本书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学生好学法是给孩子们读的 为老师结合自己十几年的教育经理 将优秀的学生的学习方法 写入了这本书里 教导孩子们如何高校学习 以取得好成绩 这两本书呢 结合起来能够解决家庭教育中 99%的问题 如果你希望孩子们的成绩有所提高的话 一定要去阅读下这两本书 感谢观看